我要來問你一題就是比較軟性的 其實你有這麼多的斜槓身分 斜槓超出我十倍吧 你怎麼去做好了 議員工作啦 一個公司的經營者啊 拍片啊 直播 還要陪老婆 你生活品質怎麼兼顧 你婚姻還好嗎 如果是我老婆的話 她一定會有不太一樣的意見 因為她一直覺得我陪她的時間 變得少非常非常多 她獨立嗎 她還算蠻獨立的 我認為算啦 但是問題是應該說她有獨特的標準 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禮拜一到禮拜五 我可以完全不要理她 就是我們晚上是從來不會一起吃飯的 我常常晚上都可能10點11點才回家 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意見 只要有回家睡覺 她基本上就算是及格 就是凌晨4點回來睡覺 凌晨4點不行 太扯了 凌晨4點有可能是在外面 因為我老婆通常是12點左右睡覺 你有門禁 所以你的門禁是12點 就是我必須在她睡覺之前回到家裡面 你看你是民生社區的先度力啦 對 就是我必須要在她睡覺前回到家 而且通常我老婆睡覺前 我一定會陪她講幾句話 就是陪到她睡早之前幫她關燈這樣 這個動作一定要做到 儀式化 對 儀式化 我們一定要做這件事情 但其他之外 她其實沒什麼太大的關係 然後呢 週末是一定要陪她 所以這個很多可能媒體記者都知道這件事情 因為媒體記者常常在週末的時候突然在cue我說 欸 可不可以今天採訪你一下 我都會直接講不行 我今天要陪老婆 你說我的生活品質呢 如果是講說跟我老婆的生活品質的話 我一直都認為我努力的維持在一個 我覺得還算可以接受的一個上台 我們有機會的時候也會訪問一下大嫂 但是不要不要不要 她一定會講很多負面的意見 但是我覺得她一定沒有很滿意 因為她因為我的關係 我覺得她也犧牲蠻多的 我舉個例子來說好 像我剛剛說 其實我現在常常有時候會 時不時就會被媒體偷偷拍一下 所以她也曾經就因為這樣的關係 因為我的關係 我跟我老婆出去吃飯 還有跟我老婆在路上騎U-bike 都曾經被拍到媒體上 你覺得你是孤身一人熄面比較好 還是跟著老婆一起 老夫老妻被拍到比較好 我覺得是怎麼樣都不好 因為我老婆非常的不希望當公眾人物 所以她就有一種 你為什麼要害我 如果不是因為你 我根本不會在網路上被大家品評 我的髮型如何 我的外貌怎麼樣 她覺得說完全都是我害的 所以我的生活品質其實還是受到影響 所以每拍一次你需要做什麼補償嗎 可能在家裡面要採衣魚親吧 因為我老婆不是那種可以用物質滿足的 我老婆不太買奢侈品 也不會買不同名牌包 我跟你講這種 反而最難搞定 對 能夠用錢搞定的事情是小事 我告訴你 沒錯就是這樣 所以我就要在家裡面做盡各種 讓她覺得快樂的事情 洗碗擦地 這都是小事 我的意思是說 你可能要做一些可愛的事情 講一些好笑的笑話 讓她 我正在腦部 你知道我舉個例子來講 譬如說她可能 因為可能被偷拍 然後心情很不爽 一整天都沒跟我講話 那我就要一直忍著 像小媳婦一樣 在旁邊 看她 觀察她的表情 然後我突然發現 她好像現在沒那麼生氣 通常可能很大的關鍵 是因為我家有養貓 只要她突然開始在那邊鬥貓 我就知道她現在心情比較好一點 所以我就要趁這個機會 突然間講兩個很好笑的笑話 或是冷笑話也可以 如果我突然看到她嘴角抽動 就知道 魚上鉤了 繼續進攻 就是 就是表示說 我老婆已經 心情變好 這時候趕快趁機 在她身上磨蹭來磨蹭去 跟貓一樣 對對對 老婆不要生氣了嘛 這時候就會沒事 就天下太平 對 可是你知道嗎 這個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就跟釣魚是一樣的 你就在那邊等等半天 到底什麼時候又反應 反應來了 要趕快把那個釣竿給抽